大家好,我是德爸 今天我们来到了位于达拉斯市区的Cafe Madrid 马德里餐酒馆 这间餐厅其实我们想来很久了 但它只有晚上才开 我们也不太可能带着小孩来市区吃晚餐 这次好不容易有我们的好朋友 要帮我们先带小朋友去露营 我们因为隔天还有课要教 我们要下课后才去跟他们会合 所以今晚我们夫妻就把握机会 来试试看这家朋友推荐的西班牙Tapas 其实我们五点多就到了这个地方 还有位置 不过过了半个多小时后就差不多都满了呢 我们看到每一桌都有一壶西班牙的Sangria 我们马上跟着点了一壶 喝起来甜甜的非常顺口 非常推荐大家哦 首先呢我们点了冷盘想要配配酒 西班牙有名的就是一些像是火腿啊 起司啊那一些小点心 那Tapas呢其实就是各式的下韭菜肴哦 分量其实不大 所以我们毛起来点了好多哦 到最后还是吃不完 这个煎牛排其实很香很好吃 尤其沾上这个橄榄油 真的是很顺口 需要沾一点这个 多小一点 怎么样 小朋友摆我 小朋友 我在身边的感觉 很好 这个muscles非常的香浓 吃起来很够味 而西班牙海鲜饭 巴亚更是一定要吃的哦 其实我们点的每一样都还不错 也蛮新鲜的 说味道不一定是每一道真的都那么好吃啦 不过就像是日式居酒屋一样 喝了酒以后 配上一些稍微口味重一点的 其实感觉都每一道都好吃 老婆也说啊 应该是因为小朋友不在旁边 所以吃起来特别香吧 这个时候的两个人 其实都有一点帮帮的了 真的是一个愉快的夜晚 而在这里呢 天黑以后 还有flamingo跳舞的表演 真的很有气氛呢 难怪啊 这间店的人气这么旺 外面排队的人络意不绝呢 最后我们还来了一块 这个雪莉酒搭配的巧克力蛋糕 真的是太罪恶了 这一餐啊吃的不便宜 不过呢能够跟老婆这样晚上出来约会 这样的一个感觉呢是无价的 酒保饭足之后呢 我们决定到旁边好好的散步一下 在这边经过了这个家具店 Restoration Hardware新开的这个Looftop餐厅 老婆一直说这里好美 下次约会要来这里 不知道有没有人已经吃过这里的餐厅呢 大家推荐吗 最后提醒大家不要忘了要安排跟另一半精心的时刻 好好找地方约会哦 上帝祝福你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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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